五月天的演唱会让称神的华晨宇颜面扫地 如果不是五蜜素质高 恐怕华晨宇会被虚下台 你本来想说终于能够来到你的时候 但是没想到你也来过 掌声怎么给你放弃 场子冷刀哪怕阿信屡次出手都救不了 听着台下零星掌声 不仅华晨宇慌了神 就连阿信也十分尴尬 因为他记得早先请别的嘉宾上台 五蜜欢呼声比给五月天打扣的声音还响 其实华晨宇不被五迷全员欢迎 是五月天意料之中的事 毕竟当初刚公布嘉宾阵容 除了欢迎华晨宇的部分五迷 也有不少五迷建议 最好在售票前讲明白嘉宾是谁 这样也不用费心费力想票 当华晨宇在舞台独唱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时 场外五迷们一边吹哨 一边大喊五月天 随后为了听华晨宇一首歌 买了五月天门票的火星人们待不住了 当即拉着横幅扯脖子高喊华晨宇 眼镜嘉宾粉丝这是要打算反客为主 五迷们决定用魔法打败魔法 立马齐声大喊张碧晨 视频传到网上 无数网友边笑边评论 五月天的粉丝实在是太损了 这场歌迷大战 最终一演唱会结束收尾 不少对嘉宾不满意的舞迷 当即给玛莎留言 希望五月天能尊重歌迷的感受 也就是说不要随便请 大多数歌迷都讨厌的嘉宾 而玛莎也真诚给出自己的想法 我会尊重你的好户 但我也会坚持我的喜欢 有歌迷因为玛莎的回复选择脱粉 有歌迷竞配玛莎的配置 你怎样看待这件事呢